郑仙人输了棋之后不服气 回到家翻了好几天棋谱 然后呢又来找王铁锤报仇来了 这盘棋确实也下出了很多妙手 但是王铁锤水平更高 我们来看这把精彩队移 郑仙人肯定是仙人之路 铁锤还是足底炮 同棋还价中炮 黑棋呢也来个还价中炮 同棋上马 黑棋进足 从他出局 黑棋充足 以前呢上了个马 跳了个边马吃亏了 这次啊飞个边向 那黑棋呢上马 走的也很有大局观 这个足就不要了 同棋呢不好意思用向飞 这样呢飞个高响再落回去浪费不如 选择高居桌 那这个铁锤不乐意了 我可以让你用相吃 我不能容忍让你用鞠吃 选择一手充足 那他非要过来吃 那黑棋把足平过来 同棋再上马 黑棋赶快高横距 要来支援这个小足子 同棋一上马 黑棋平局站内 护住这个过河足 同棋补一手势 可以把中兵干掉 同棋把炮拆开 黑棋再来一个聚六进武 聚六进武 下一招要平鞠抓炮 这个棋你要是吃炮来交换 也没有便宜 这么顺势把马跳上来了 现在来一手平鞠 那平鞠一捉 现在来一手退炮 被棋就往下充足了 因为你现在俩项连不起来 一个项是在边上 你要是飞掉就打一僵 同棋选择了一手进炮 进炮之后 既可以平炮打鞠 也可以平炮打这个足 那黑棋就把这个兵吃掉了 顾住这个足的同时 现在还捉着马 同棋退马 黑棋进鞠再捉 再捉这个马就不好意思跳了 你马一跳 这就是一个小刀弯心 要吃势了 所以它只能飞掉 飞掉之后打一僵 追一手势 然后把马一吃 还得一子 多吃了一个马 红旗就高据抓炮 黑棋把这个炮在架上 红旗把象一吃 黑棋 虽然说多了个子 然后呢 还有个空头炮 但是现在这个炮啊 被挤住 发挥不出来作用 这边呢 这个巨马炮 这个巨马呢 还在原地没动 现在吃完象之后 马上啊 又要打马 对其选择一手 冰一瓶疤 拆散这个炮架 这时候啊 红旗走出一步巧手 平炮 凌空打锯 这个马没根 它关键是呢 要杀士 那这怎么办呢 大家都为铁锤捏了一把汗 好像铁锤这个旗要崩了 没想到啊 铁锤在这里 还有妙手 铁锤怎么走的呢 来一将 来一将之后 这个 红旗呢 选择了一手十六金五 十六金五之后 这旗再浸泡一将 那个很无奈啊 这个是啊 你落不回来啊 只能把铁退回来 那这样呢 这是一个铁被吸住了 本来是 要双铁锤 你现在啊 一个铁被吸住 发挥不出来作用了 那黑旗啊 就很从容的 把这个马给吃了 你吃一将呢 我就上来了 没有用了 我就说 本来是要双铁锤 现在啊 成一个铁了 红旗 把竹打掉 那黑旗呢 他也没有选择吃这个炮 他呀 选择一手铁锤 抓炮 以下呀 是个杀旗 把象 那黑旗 再一回马 踩住炮 叫住杀 走到这啊 郑仙人 已经是心生绝望 也恼乱 拼鞠 气鞠 来一将 已经是放弃抵抗了 破罐子破摔了 那黑旗肯定也不客气 打掉 冲旗打掉 黑旗再吃 那我们知道 本来郑仙人都是要玩抗到底的 但是现在呀 实在是没法再玩抗了 因为你再玩抗 这个铁锤呢 也不打算僵死人家了 巨马也不打算动了 就准备拱足了 铁锤也不说话 用手指了指这三个小足 那这个郑仙人 也明白啥意思了 再不认输 这小足过河要给拱死了 那就偷子认负了